加拿大从明年的1月1号起提高申请学习签证的国际留学生生活费存款要求 原因是加拿大的生活成本大幅上升 加拿大移民难民及公民部长马克米勒宣布从2024年1月1日起 除了第一年的学费和旅费之外 学签申请人还将被要求提供2万0635加元的生活存款证明 数额相当于目前加拿大统计局划定的低收入标准线的75% 此前每名学签申请人的生活费门槛为1万加元 马克米勒表示生活费门槛为1万加元的要求 已跟不上加拿大的生活成本 此前就有加拿大媒体披露 一些学校的国际留学生平凡赴食物银行等疾困机构领取食品 在高通胀的环境下 加拿大的生活成本明显上升 加拿大政府认为 现行的财务要求已经跟不上生活成本的变化 导致留学生进入加拿大后发现资金不足 最新数据显示自2018年以来中国留学生的学签数量已经从8.5万份下降至2022年的不到5.2万份降幅达40% 2022年在加拿大的中国留学生有10万零一十人为加拿大留学生第二大生源国 马克米勒指出新的生活费存款要求会使学签申请人对在加拿大的留学生活有更现实的考量 凤凰卫视 祖克勤 苏惠文 苏一恒 温哥华报道